大家好 pocoel.com将为大家介绍多译阅读单句填空第九章节 这个也是最后一个章节 首先我们介绍是假设语气的过去式及过去完成式 这边我们做补充说明 我们假设法里面呢 如果你使用过去式表示和现在式式相反的假设 那你的句型会变成if加主词加上动词的过去式 那我们主要指句会是主词加上would,could,might,should加原型动词 但是假设法呢 如果是过去完成式表示和过去式式相反的假设的时候呢 我的句子的结构会是if加主词加上had加pp 那我的主要指句是主词加would,could,might,should 但是我后面不是接原型动词 而是接have加pp 我们看一下例句 在例句里面的开头呢 我是用if做开头的 那我可以思考一下说 我的动词是使用什么 使用new是过去式 那我的主要指句里面呢 我要填写空格abcd里面 我要看看这是不是和过去式表示和现在式式相反的假设 那如果是的话呢 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句子结构 我的后面我就必须要接什么 接would,could,might,should加原型动词 所以呢这里的答案会是什么 会是c would加原型的动词 那相对性的假如这个空格是要你选择是if 子句里面的动词的时候 你就要看一下你的主要子句的动词 是不是为这个would,could,might,should加原型动词 假如是的话 你这边就要使用过去式的动词了 所以呢下面这个句型的结构呢 大家要记一下 再来接下来为假设语气的导装句 一样的如果我是这边有补充说明if加主词加should的时候 我们都使用在郑重请求或者是提案的时候 所以呢if加主词加should加原型动词 我可能后面主要子句我是用命令句 或者另外情况则是主词加上will can would should加原型动词 所以我们看一下例句里面 你看逗点后面的主要子句是一个命令句 那我前面呢我就是做什么 我就是做可能是if加主词加should加原型动词 可是我并没有看到if开头的 我只有看到主词跟动词的时候呢 那这边我就要直接用什么should 因为if被省略掉 然后是做导装的 所以呢正确答案为c 再来我们看到这里是many much few little加上名词的部分 这边我们补充说明一下many a few few我是要接可数名词 但是much a little little我是要接不可数名词 在这里选项abcd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依照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说我们到底要选择的到底是哪一个 好这里的主词我们看到底后面的空格前面跟后面就好了 在这里呢这个features是主词 那这边呢我这边accelent graphics这边也是个名词 那这空格我到底要选什么呢 当然graphics它是你看有s结尾的 这也是可数的名词 所以呢我a的答案不可能因为要接单数 那b的答案没有错我可以使用的 那c呢much 这边我要接不可数的名词 所以c是错误 所以ac是错误的 那d的部分呢d的部分呢在语字上面是错误的 因为这边如果解释的话 它讲说最受欢迎的飞行模拟游戏里面 特色是有一些非常绝佳的图像 那这个语字上面是错的 因为有很多绝佳的图像来去做表示是比较恰当的 所以正确解答为v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最后一个为分词子句 什么分词子句呢 通常我们是省略了我们的连接词或者是主词 然后让动词变成现在分词 就是动词加ing变成主动 如果是加vpp就是变为被动 那我们举例一下这个例子 这里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abc选项里面呢 有一个是我们的动词加ing 一个是动词pp的部分 那在这里你就考虑是不是为分词子句的结构 那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当我的空格里面 我前面没有主词我做连接词的时候 我前面没有主词 那我直接是使用动词的部分的时候 我可能省略掉的是主词 那在这里你再判断说 到底我要使用的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形态 在这里呢你看这边的意思 当你邮寄付款时 他省略掉了you的主词 这里呢我们邮寄付款是自己主动去做付款的 所以呢我要使用什么 我要使用动词ing 所以正确解答为c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嘉宾 。 ением